Hello,我是唐先生 Hello,我是劉先生 我們剛剛在四回的碧桂園父皇報道直播園 電車就沒有電 在附近找了一個廣場的地下春年莊 再帶大家走一個商場 這邊有三個商場 是,連在一起 四回廣場、東匯城 忘記叫什麼名字 三個很大的廣場 帶大家走一走 然後看看什麼食物 好 其實這邊生活配套是非常方便的 上次是我們和另外幾個同事吃了那個 賴豬集粥、街市的 這次就走一走商場 這邊的生活配套是非常方便的 加上這邊也沒有人戴口罩 我發現拿出來 我戴口罩好像乖乖地 有點奇怪 這個商場的車庫也很大 我們就走上去和大家 去看整個雙圈的環境 好 我們停完充電 走上來看看什麼食物 這個商場真的很大 有很多層 反正這個商場應該是一個舊商場 這個其中一個 上次我們經過做一個新的商場 這邊四個商場 其中一個有三個 做一個新的 單單這個位置 就幾個商場圍在一起 生活其實挺方便 這邊就是它的門口 這裡很多夜市 很多人 我們走一走 我們看看有沒有小食 應該要上二樓三樓 這個太遲過了 多熱情 我不會認識它 它要我們直播 熱情到不得了 這裡我們拿著台機拍片 保安 人們覺得很熱情 這些人不介意拍的 沒錯 這裡好像不錯 這裡太大了 我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我們就 邊走邊 邊看 這個是福利載票 隔風仔 上面還有二樓三樓 這邊還有很大的商場圈 我們上到二樓 有一間是自助餐 燒烤、海鮮、壽司 都有的 價錢很便宜 69元一位 帶大家看看是什麼食物 人非常多 我們剛剛上來看了 都好像素材可以的 三個人 是否八零元完成 即時帶大家看看是什麼食物 戴口罩 還有一些魷魚 八爪魚 還有一些生蠔 是哪個位置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我們找個位置坐下來 我們叫了一個煙煙火 這個應該是魷魚 八爪魚 要不要試試 應該是八爪魚 還有一些魷魚 挺多人 挺新鮮 挺黃的 69元一位 任值不生氣 我們裝一點 還有八爪魚 這個是新鮮的 這是魷魚 還有一些魷魚 還有一些蝦 還有一些蟹 看到嗎 這是大閘蟹 蝦都裝了 還有肥牛 還有一些肥牛 還有一些熟食 還有一些熟食 先兜一下 看看有什麼食物 還有一些配料 這裡有牛肉丸 或者是雞扒 這邊還有一些熟食的 炸薯條 生蠔 我記得我們坐下來 和大家看看 拿了很多 經過我幾個人 肥牛 生蠔 我已經吃了一隻 肚餓 這是熟食 還有一些蟹 還有一些蟹 走蟹 拿來燒 它自己走 走進鍋裡 放進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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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很新鮮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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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它自己去哪 三個男人 已經吃了 69元一位 200元 之前我們去的鋼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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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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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忌烧虾 龜忌烧虾 名字都想好了 但我看到很多人烧的 桂蝦 烧的桂蝦 肉和海鲜也有 烧虾已經可以了 再加上肥牛 和蝦 還補充桂蝦 蟹都可以吃 熟了 很軟 看到蝦 全是新鮮蝦 真的值得 超級大的商場 吃完再帶大家走一走 69元一位 超級值得 我們剛剛走停車場 都走了一圈 商場很大 比萬達趕上大兩倍 隔離了兩個商場 到時大家來這裡消費 所以這裡住是非常方便的 在碧桂圓 黃半島開車 10分鐘 10分鐘 說車程幾分鐘 10分鐘後已經到四回廣場 再下四回廣場 其實這個碧桂圓庫黃半島 剛剛直播完 接著打了高爾夫 我打算報名 到時候大家都可以 到時候可以約馬唐山一起打球 打高爾夫 有廣場 一場 сто nya bel I found 現在就是三分之一價,二百元就完成了 加上飲料 它對這些飲料而且是免費的 如果你去河底撈的話 好像是要收費,你現在的飲料 它有幾錢一推 我現在很久沒有吃河底撈了 你看我的影片,很久都沒有 可能它的出品很一般 因為它的消費貴了 所以很多不同的自助餐 不同的火鍋 所以已經是競爭了 海賊老闆現在競爭不過 我們吃完再帶大家去周邊走一走 我們吃完東西帶大家走一走 剛剛這個是四回廣場 廣場是超級大 比萬達廣場要大兩到三倍 除了這個四回廣場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東匯城廣場 以及這個嘉宏國際中心 上次我們經過那個左廣場 一共就是樓盤附近四個廣場 其實這邊的市中心是蠻旺的 這個叫嘉宏廣場 好,嘉宏廣場 這裏是三個廣場 是在一起的 三個廣場全部是連在一起的 夜市其實都蠻旺的 這裏是一個廣場 所以十分鐘就有幾大雙圈 這裏是四回廣場 我的屌頭 這裏是四回廣場 旁邊還有一個東匯城廣場 這邊的夜景其實都蠻漂亮 旁邊還有一個東匯城廣場 這裏是正門來的 東匯,東城廣場 駕駛到十多分鐘就去到那個 富豪半島 十分鐘 接著有四回站 其實這個壁桂城富豪半島 交通方面 生活方便 是景觀無敵的高爾夫究竟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 我相信這個區域 真是聖駕比之王 這邊做一個博王家具廣場 即是專門賣傢俱 這裏賣傢俱 傢俱 是非常大型的購物廣場 前面有個才智廣場 所以這邊的廣場 真的 都 又多又黃 證明這邊人是足夠的 OK 今天 今期節目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好了